大家好,我是沖先生,欢迎收看沖先生的频道 今天来的人,我假设你已经看了之前两集穆sir又嫁到 如果你还没看的话,我建议你去看 否则你不一定接得上我们这集的话题 今集横跨的内容包括 中共好是不是没有贪污呢? 为什么外国没有贪污呢? 民主为美国解决了什么问题呢? 中共官员的子女是不是都在外国享乐呢? 内地的官二代的迷思和官员的职徒 改革开放后,习近平主席的变革 最后还会说到降低犯罪率最有效的方法 以及穆sir的近况更新 事先声明一下,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之余 跟你意见不一样的话,都欢迎留言表达 但请你注意言辞,面积不雅 今天开始之前也提提你 记得按下各红色的儿子订阅我的频道 按下旁边的铃铃,选择全部 你就不会错过我任何更新了 关于我的纪念品网店 可以回到我的网站 Chungstock.co 了解 而影片简介和片尾 都有不同的方式和社交平台 去联络我或支持我 不阻止大家太久了 去片 如果中共那样好,贪污是零了 这是立场不同的朋友 他每次都会在听我的直播 因为其实他讲贪污 我想讲一个真是最好笑的一件事 就是当一个官员他有公权力 然后他借助他的公权力 去得到一些利益 就是我们讲的权力尋租 就是贪污的嘛 但是在某些国家 假设我选举做总统 选举之前我要收大量的选举募捐 然后得到募捐之后我就参选 最终我胜选 而赞助我那帮人最后希望我去支持他某些法案 那这些东西全部都不是放在桌面的 那是不是叫贪污呢 这个就是美国的金钱政治 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说 美国有一个问题永远都解决不了 也都永远不会有人想去解决 就是校园枪击案 就是我作为一个老师 如果我回到学生上一堂 突然学生拿着枪出来 一枪就搞定了我 现在的老师要有陪传 因为怕阵不住那场 不是不是不是 好像是说校园有保安 那保安是有陪传的 入学校门口要经过那个 即机场安检那个 电子探测器 听说有这样的措施 但是问题就是 因为你无论哪一个政党上台 在他上台之前 他都得到这个枪下协会的赞助 那你最后怎么会禁枪呢 你禁枪就是禁止他们买卖 禁止买卖 令到他们没有犯开 那这个是破坏自己的利益 所以不会出现的 所以不会出现的 OK 我想问一下 又是一些很争议性的问题 有些人说 你看一下大陆那些官二代 或者那些领导的子弟 移民都在外地 移民都在国外 那会不会有走资 或者会不会是 拿外国国籍 诸如此类 你怎么看这些事情 这个又是要拿证据出来说 有人经常说 例如阿全 习近平的女儿 不在中国 不知道在哪里 我相信这些事情 全部都是要 拿事实摆證据 否则你 道听途说 你说什么都可以 还有我觉得这个机率比较低 因为如果别人要搞你 很容易就捉住这个女儿 没理由你放在别人里面 我有听说过 真的听说 没有去实询 他们有个要求是说 那些官二代 或者那些子弟 其实不可以在同一个城市 或者同一个省里面 譬如经商或者生活 会令到他的父母有问题 怕他们是不是贪污 或者势力太大 人家每个都怕了他 我有听说过 内地的人是这样说 但是我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有明文规定 我不知道刚才你说的 有没有 但是另一个重点就是 那些官员的论调 是经常发生的 这个无论内地 香港也是 公务员的职位 不会永世坐在同一个位置 就算他升 他都有机会 可能调了另一个部门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 去令到他可以有一个制衡的机制 不能够停在同一个位置 太久 成为一个固化的利益集团 等等的东西 有听说过 而且又被他熟悉一下 你说领导人都是这样培训出来的 每个地方都被他坐一坐去认识 或者他有一些当地的脈絡 最后推出来才有一个号召力 有位网友 他说给穆sir知道 邓小平是要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 就要等官二代才富起来 稳定局势 有钱就不会搞事了 但是很难控制贪腐 所以邓小平说这一场风波遲早会来 他说他是认同这种说法的 所以如果他这么说 其实要解决这一场风波的人 就是习近平 因为你看到当改革开放过了四十年 由七八年开始 一路去到二零一几年的时候 由习近平上台的时候 你会看到当时他将几个 主要制度来的一些势力去解决 在他任内解决了几个重大的势力 第一个就是铁道部 这个铁路问题就是 他不止养起铁路的营运的人士 铁路自己有自己的法院 有自己的公安厅等等的架构 都是属于他整个机制 所以变成了自成一国的土皇帝 所以这是第一个解决问题 第二个就是军队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现在中国的军区 就不是按之前的什么广州军区 南京军区分开 就变成了东南西北中 其实是重新打乱了这个力量 并且是将以往很多军人 他利用他的军区的一些位置去经商 已经全部消灭了 在这一刻 以往在某些 譬如我们最近的地方 廣州就有广州军区 廣州军区有总司令 就是以前的东山区 现在就合併了越首区 廣州市 那里以往 就在军区附近有很多店 全部都是属于军队的 后来在习近平主席 将这个军队整肃之后 所以为什么现在经常看到军队的口号写着 听党说能打仗 打胜仗那些 其实全部都是这个整肃完军队之后 提的一个口号 就是不让他再做那些 除保卫国家以外的他业 所以其实你看到他解决了很多 这些利益的问题 当然你说在改革开放 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时候 有一些其实不应该是令到他自己 本身越养越肥的一些部门 就是各位不同意见的网友说 中国有贪腐问题 承认的 怎么会没有呢 如果没有贪腐问题 就不会有一段时间 你看到 为什么习近平一上台 就要瘡型又打 老虎又打 原因就是因为 你不打这些腐败问题 就会亡党亡国的 就是你最后吸食了人民的 改革开放的成果 这个就是背弃人民 所以这些人是一定要打的 一定要消灭党内的贪污势力 不然为什么要说从严治党 是不是 所以承认有这些问题 没有说完这些问题是说外国 外国有的问题 就告诉你 那些不是叫贪污 中国告诉你 这些叫贪污 所以要打 那些叫违反党纪 违反法律 就是违纪违法 外国告诉你 这些是合法收取利益 所以你告诉我 外国不要贪污 因为那些不属于贪污 解决 他们的标准不同了 最简单的问题就是 譬如如何可以令犯罪率降低 那些警察不出去查 犯罪率降低 那些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如何令到确诊的数字减低 不检测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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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简单 所以你没有再留意到 外国有经常报的确诊数字 因为根本上都不需要检测 第一 很多人之前那段时间来香港说很困难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他们买不到RAT 根本上不需要检测 为什么要买RAT 给自己的家里自己检测 第二 他当地要做核酸 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都没有这些机构做 没有这个市场 那你怎么做呢 做不到又怎么来香港呢 所以香港当时 不是不想来 那么麻烦怎么来呢 所以整件事是 看看他怎么看 OK 沐sir有没有什么想补充一下 或者想和大家说一下 有没有什么更新给大家 最近有就是 我有把我的一些港股的内容 就写成文章 就放在大公部的教育版 哦 就是之前的片子 是的 其实因为我每一次的片子 都会准备稿的 是 那些稿呢 以往就是我自己保持的 因为我自己骗给自己看 又未必写得很完整 就是我骗一些破案 或者骗一些重点 那样了 那样了 最近都写了好几篇 就是将之前有一些 故事就变成文字版 大概千多字一篇 浓缩版 浓缩版 浓缩也有千多字 其实也多 其实我每一次份稿大概 如果真的要整份写出来 可能有二千多三千字 应该 其实可以出书 我那时候出《充饰日志》也是这样 要真的有停下来的时间 因为我现在还在讲 我《清华》篇论文 你现在是在读的吗 是的 我读了两年半的 那个课程 属于是我的教育 哇 清华 通关之后有机会 行毕业礼 会不会这样 应该会 应该六月份 六月尾 希望可以去到北京 就可以行这个毕业礼 肯定可以 如果六月份 除非真的大吉利市 爆到七彩 突然间又在收回 否则 不然没有理由 因为现在都广东大开放 我觉得 不不不不 除非我未寫完论文 要在这个聖诞假期 继续努力 有一次大四方母 还要清华 已经两年多了 终于到了终点 因为我们本身 就是要去深圳读 但是因为疫情 所以就变成了网货 所以就一直保持 每个礼拜六日 都要上货 之前是 加油 我见到很多网友支持你 出色的教育工作者 不要这么说 我们这些都是 贡献一分力量 不是的 你的频道 现在讲历史来说 其实真的都很重要 我见你现在看你的影片 那个累积的点击率都很高 例如《空奴的前世甘生》 四百多K 粤语是广东本土语言四百多K 这些是不少的 偶然会有些爆 我是见到 你放在这里的影片 那些人会重复 因为历史 你十年后看 二十年后看一样的 因为我自己没有的 我自己那些 好时事就热点 过了就没人看了 你那些就要翻读的几率高 所以我就说 你那些出书有意义 可能加一点趣味性的东西 变成一些更容易入口的历史刊物 会好些 我觉得很厉害 而且你快来到清华碩士 听到清华 只是个孝友麦乐 都不得了 你哪个不业的 清华 我读过吧 冲先生 傻了 我碩士了 我再读就博士了 不是的 我都读碩士了 这是第二个 为什么不读博士呢 博士不是因为需要太长时间 这个真的是 因为你起码都五年起计 如果真的还要专心读 可能还要够了份工去读 我觉得读完之后 你真的做一些有意义的东西 好过读太来书 我好奇问一下 你不是做很多青年工作 会不会想过 通关之后 真的有一些 比如你长期支持你的网友 或者一班年轻人 带他们上去 因为你在内地 我见到很多人物 关系 我没记错你是清联 那些 会不会带他们 全国清联 对 带他们上去游 或者见识一下 或者联络当地的一些道友 去讲解一下当地的一些东西 好像一个人家叫的国情班 我们叫的一个简单的团 让他们认识一下内地 会不会有这样的机会 一定会有的 因为其实我们自己本身 也有一些青年组织 在疫情前 我们每年都会搞交流团 是 OK的 如果是这样 期待 如果你有没有这些班 是让网友报的 我立刻举手 网友就有的 如果他的年纪是青年的话 没问题的 等着 青年在沐sir心目中的定义 是多少岁至多少岁呢 我看一下是不是 广义的青年是很高的 广义的青年是45岁的 但通常这些班的合议青年 通常都是35岁的 这都还在里面 我都还在青年的范畴 好的 期待 期待 多谢沐sir今晚跟大家讲 这么多的内容 也祝你成成功功 顺利带个四方帽 更新一下你的头像 今天到时 相识是沐sir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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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保持联络 下次再谈谈 多谢沐sir 下次再谈谈 拜拜 好了 一年三十的沐sir又嫁到 全部播放完了 关注我们 未来 继续会有更多的节目推出 想听更多沐sir制作的 讲历史影片 可以去回YouTube 搜尋沐家俊沐sir 去订阅他的频道收睇 对于节目内容 有不同见解的网友欢迎留言 聊聊聊 但是记住 做过文明的网友 注意延迟 想在直播节目 又或者通过录音 在这个平台和大家分享资讯的话 不妨通过画面的联络方式去联络我 今天要说就是这么多 喜欢这条影片的朋友记得帮我赞好 留言和分享给朋友 加入会员 每个月一杯咖啡的价钱 就可以支持我们的频道继续营运 现在在YouTube影片的右下方 还多了一个Thanks按钮 给大家支持这条影片的制作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